T-16 seconds, sound suppression water system has been activated 之前,航空总署发现穿梭机放松原料的后馆是有冰块,要紧密检查 T-5,4,3,2,1 Booster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Discovery hoisting harmony to the heavens and opening new gateways for international science Discovery has cleared the tower 可以见到发现号就是如期升空的 今次的任务就是太空人会为国际的太空站加建接合的组件 将来欧洲和日本的太空实验室就可以利用这些组件和太空站接合 发现号今次是由女太空人做指挥官的 现在国际太空站也是由女性做指挥官 人类探索太空50年以来 第一次同时由女性指挥穿梭机和太空站 之前就发现冰块的问题 因为已经解决了 所以发现号是可以如期升空的 好,我们去看美国的现场直播 看到这里 而中国第一个探月卫星上河一号 完成最后的测试 明天埃曼何而升空 由苏敬衡在西窗报导 上河即将崩月 发射进入度数阶段 当局在早上六点开始为火箭加注燃料 由于燃料爆炸威力强大 加注过程非常危险 发射中心附近也要加强戒备 路口又警员驻守 对发射中心附近的村民来说 想起多年前的意外难免担心 爆炸的时候就没有看到那么清楚 只是控制下来听到声音 就看到那个火焰毛 等星亚都没办法 你毕竟做到这里等星亚都没办法 尚额升空 纪念品的生意也跟着一起升空 店员说以往每日生意几百元 到最近过万元都试过 尼买北左架徐老伯已经72岁 一个人由北京离西窗 参加火箭发射旅行团 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 也是中国中华民族的忧远的梦想 现在梦想极难复苏实现了 在当劳 我们中华民族的像我这样的老年人非常启动 同样参加了旅行团的曾先生是广州人 他说火箭发射再不是遥不可及 平时我们都看电视或者看模型之类 现在感受不一样 在现场看到那些星空各方面都不一样 西窗卫星发射中心 具备发射多种型号卫星的能力 由84年至今 发射过的卫星超过40枚 近期都帮过非洲国家发射过通讯卫星 母星电视记者苏吉恒在四川西窗布特 而负责星空任务的专家就说 未来几日的天气和卫星火箭检测数据 都符合星空的要求 李偉达报道 来自国防科工委卫星发射中心 有关负责人透露 发射中心的测试检测已经完成 卫星火箭各个系统操作正常 测试数据都符合星空要求 我们整个全区各个系统设备工作政策稳定 那么具备的话 互送长额飞越条件 专家说上额一号的升空时间很关键 蓝料就是它的生命 如果蓝料出的话 我们在越球可以做更加多的事情 就假如说我们如果卫星 不是在18.05分达 而是在18.04分达的话 这颗卫星就要多消耗120米 卫星成功升空之后400秒 有关安全控制任务 就会移交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目前控制中心相关设备 都已经做过最后调试 无线电视记者李偉达报道 而香港人也有参与今次的探疫工程 由方东星讲下 我这个年纪的人 小时候真的信有上额 当然当他美若天仙 现在不是 新的上额是一个太空探测器 现在更加美丽 因为这件事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影响 亦可能更大 在美国太空总署做了十几年 研究太阳结构的陈永林 是其中一个香港人 获要加入中国妖阅探测工程科学应用专家委员会 帮忙分析卫星传回来的数据 求到月球的表面高低情况 地面的形状 我自己特别有兴趣 就是这个月球的引力场 这个就是由卫星轨迹就可以找到的 专家组成员 还包括天文学家国新 他曾经参与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项目 他的恒星面望理论 是天文学界权威 经过地球去到月球 中间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高能的粒子探测器 会探测到中间经到的太阳风 但其实我对于月球表面的矿物 我都有兴趣 妖阅探测工程的专家委员会 由122个科学家组成 香港占4个人 无线电视记者方东升报导 上月1日明天埃曼6点左右 发射星空 翡翠台有特别节目直播星空的过程